为什么生活越来越好 抑郁的人反而越来越多 总结成四个字就是 压力太大 小孩要读书 大人要赚钱 这本身没有问题 但过高的期待 不切实际的焦虑就会出问题 多巴胺影响着我们的欲望 欲望是最底层的需求 没有欲望就没有生存的动力 每个人都幻想自己考上名牌大学 越来越有钱 这样一个高级的欲望 成功了就能获得极大的喜悦 代价是需要用更多的多巴胺来兑换 你期待着哪一天 不断想象 不断预知多巴胺 无形中多巴胺的预知被拉高了 你渴望成功 所以要抑制自己 抛弃享乐 抛弃欲望 多巴胺长期得不到满足 就会减少分泌 就算没有远大的理想 但小孩会害怕读书不好 大人也会害怕赚不到钱 对生存的恐惧会不断刺激江河 活跃的江河会减少多巴胺 形成焦虑 我们讨厌焦虑 潜意识里我们想要重新控制自己 所以你选择了熬夜 可熬夜又会进一步激活江河 多巴胺变得岌岌可危 当某一天 焦虑无法排解 努力得不到回报 多巴胺彻底失控 人会陷入虚无 抑郁就来了 现在的社会导向下 无论大人小孩 许多人的心理已经畸形 如何才能缓解焦虑 防止抑郁呢 摆烂 摆烂是身体在自我救赎 意识和情绪是大脑模拟出来的 遇到破人破事 直接摆烂不干 斩断因果 清零重来 没什么大不了的 降低预期 偶尔给自己点小奖励 早睡早起多运动 你会比大部分人活得更好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